第1901章 毛骨悚然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牙宇木 带着无尽的愤怒 萧玉天化为一道残影 飞出了大殿 急速掠出大元帅府 来到了大魔主府 找到了大魔主 天魔主帅 大魔主 你们快别闭关了 萧玉天神色焦虑道 始源祖神 混沌祖神 跑到魔火神谷 抢我的魔火了 若没有至尊兵魔火 至尊玄魔焰 我的本命真火 便无法提升 无法提升 我便炼制不出来 破戒祖神丹 没有破戒祖神丹 我在四五万年内 很难晋升苍天至尊啊 文言 大魔主立声道 该死的两大祖神 他们若敢把贤弟 你的魔火抢走 为兄一定要他们好看 萧贤殿 我和金洒陪你前往萧城 随后 三大强者腾空而起 化为三道光束 消失在东北方向天际 以三大强者的速度 短短一个月 便抵达了萧城外 当看到城外天魔尸体 堆积如山时 萧玉天心中一领 可当看到萧城的 护城大阵 完好如初时 他突然笑了 哈哈哈哈 大魔主啊 你看到没有 护城大阵和城门 都完好无损 看来始源祖神 混沌祖神 并没有进城 而魔火神谷中的两大魔火 一定还在 看来只是虚惊一场了 大魔主笑道 嗯 没事就好 若魔火丢了 对萧贤殿你提升境界影响 可就太大了 是啊 萧玉天说道 大魔主兄 既然我们都来了 不如你们陪我进去一趟 看一下魔火 没问题 大魔主笑道 随后 萧玉天轻而易举地 打开了护城大阵 和大魔主 天魔主帅 飞入了萧城 一人二兽 先是到达了百里沿 画雅居住的宫殿 发现殿内空空如也 大魔主 看来他们当初见始源祖神 混沌祖神杀来后 吓得通过城中密道逃命了 萧玉天说完后 便和父子二兽 耗时数个时辰 抵达了魔火神谷深处 飞入了雄风上的巨洞内 当萧玉天发现 至尊兵魔火 至尊玄魔燕不见时 他脑袋一沉 浑浊的眸子里 流露出了焦急之色 我的魔火呢 我的魔火呢 萧贤弟莫吉 一定是你的两位弟子 把魔火转移了 大魔主说道 是啊 萧叔叔 天魔主帅声音戛然而止 他指着洞壁上的一行行字迹道 萧叔叔你快看 上面有字 当萧玉天看到洞壁上 那用剑刻下的一行行字迹后 气得肺都要炸了 但见洞壁上 龙飞奋舞的刻写着 萧玉天 听你的两个徒儿说 这至尊兵魔火 至尊玄魔燕 是你的 两大魔火 本祖神和混沌祖神变分了 多谢多谢 还有 你不用担心你的两个徒儿的安危 本祖神不仅不会伤害他们 还会帮他们解掉体内的灵足毒精 多亏了你的两个徒儿 告诉本祖神 这里有两大魔火 否则 本祖神还真未必能找到呢 落款人 始源祖神 盯着洞壁上的字迹 萧玉天老脸战红 上身一挺 扑出了一口血液 目自尽烈地咆哮道 百里儿 画雅 这两个叛徒 混账东西 还有始源祖神 混沌祖神 你们瞧我魔火 我和你们势不两立 扑 萧玉天嘶吼着 又喷出一口血液 他快要气疯了 大魔主 萧玉天目自尽烈道 我们必须将至尊兵魔火 至尊玄魔燕夺回来 否则 我在宇宙大破灭前 很难晋升苍天之尊 不能晋升 我们如何征服三大神剑 夺回三大之心啊 文言 大魔主咬牙切齿道 好 我们立即返回主宰魔城 全军出击 先攻打始源神剑 两年后 谭云正在前往混沌山脉深处 准备通过薄弱的神界结界 返回鸿蒙神界 而此刻 大魔主 天魔主帅 萧大元帅 三大强者 帅领百亿天魔大军 浩浩荡荡地离开了祖界魔城 朝始源神界三大主要要塞之一的 始天要塞进军 四季交替 一年零三个月已过 得到魔火的谭云 心情甚好的合雨烟 凌空出现在鸿蒙神城外城上空时 眉头一皱 发现城门下 父母 爷爷 薛元柔 南宫玉庆等自己的妻子们 和薛子烟 沈素珍等人 神色焦虑 众人中唯独少了一个 谭云最熟悉的身影 沈素冰 除了沈素冰外 其他人都在 尤其是冯静如 沈素珍 双目通红 脸上还残留着胃甘的泪痕 观之 谭云心中一股不祥的预感 油然而生 搜 搜 谭云和雨烟 凌空飞落在城门外 羽儿 你可回来了 冯静如望着谭云 浑浊的泪水夺矿而出 气不成声道 羽儿 呜呜 宿冰这孩子 被人抓走了 沈素珍望着谭云 气不成声道 谭云 怎么办 我妹妹被人给带走了 这一刻 其他人眼中 意识流露出浓浓的悲伤之色 哄 谭云感到脑海一阵眩晕 他遏制着心中慌乱询问道 娘 素珍你们别哭 你们快告诉我 到底发生何事了 在这鸿蒙神剑 竟然还有敢动我妻子的人 让我逮住他后 一定将他碎尸万段 云儿 呜呜 带走素兵的人不是鸿蒙神剑的人 冯静如说话时 仿佛想起了什么 布满皱纹的脸颊上 顿时苍白 似乎想到了什么可怕的存在 谭云 还是我和你说吧 沈素珍哽咽道 好 你快说 谭云催促道 我娘说 带走素兵的 不是鸿蒙神剑的人 那你说 是谁 是始源祖神 混沌祖神 还是始源神剑 混沌神剑何人 这一刻 在谭云 语焉心中 定是两大神剑有强者 找到了鸿蒙神剑北方镜头薄弱的神剑结界 进入了鸿蒙神剑 抓走了素兵 想到这里 谭云怒火中烧 心急如焚 然而 沈素珍接下来的一席话 打破了谭云的认知 让他感到毛骨悚然 沈素珍脸色苍白的道 谭云 带走我妹妹的 不是始源神剑 混沌神剑的人 也不是欲外宇宙的天魔 而是 沈素珍抬起千千玉手 泪眼婆娑地 指着头顶上空 一道鸿沟般的漆黑毁灭裂缝 产生道 而是被一名身穿七彩神袍的中年人带走的 七彩神袍中年人 就是从这道毁灭裂缝中出来的 然后带着我妹妹 又进入了毁灭裂缝消失不见的 本章完 第1902章 至高祖剑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牙与木 苏珍 这一道 你说什么 有身穿七彩神袍的中年男子 从毁灭裂缝中出来 把宿兵带走了 这怎么可能 毁灭裂缝 就算是 以我强悍的身体 都不敢进入 七彩神袍男子是什么人 他怎么会从里面出来 还有毁灭裂缝内 怎么可能出来七彩神袍的男子 这一刻 谭云彻底猛了 沈素珍抹去泪水道 谭云 我说的都是真的 的确有一名身穿七彩神袍的中年男子 将我妹妹带走了 一年前 我和妹妹都感知到了人道万物净的屏障 便一起离开鸿蒙神城外城渡劫 我们渡劫时 便感到苍穹中有一双眼睛 在注视着我们 当时我们以为是错觉 在我们来到鸿蒙神城外城时 那七彩神袍的中年男子 便从毁灭裂缝中迈出 我和妹妹想对中年男子发起进攻时 可是惊恐地发现 那身穿七彩神袍中年男子的实力 真的太强大了 我和妹妹在他面前 毫无还手之力 就这样我妹妹 便被带走了 怎么办 谭云 怎么办 文言 谭云知道沈素珍不会骗自己 可到现在 他都无法相信 毁灭裂缝中会走出人来 这时 羽烟似乎想到了什么 峨眉紧促道 素珍 你把看到的画面 以记忆影像凝聚出来 让我看看 对对对 谭云说道 快凝聚出来 好 沈素珍点了点禽手 右臂一幅 立时 一捧神力释放而出 在虚空中凝聚出一幅记忆影像 但见画面上 沈素冰 沈素珍 晋升人道万物镜 成为上神后 开心地返回了 鸿蒙神城外城 城门外 嗡嗡嗡 当时 苍穹中狂风大作 虚空震荡 红兜般的毁灭裂缝内 宣泄而出一棚七彩神光 宛如晚霞一般 姐姐 你看好美的器官 沈素冰昂视着毁灭裂缝 吟吟一笑 紧接着 笑容瞬间凝固 而沈素冰身旁的沈素珍 亦是如此 在姐妹二人视线中 但见巨大而漆黑的毁灭裂缝中 缓缓走出一名神色肃穆的中年男子 中年男子 身穿一袭散逸着七彩霞光的长袍 他双目灿若星辰 气度不凡 深邃的眸子里 流露出藐视众生的意味 然而 姐妹二人却无法看清男子的脸 唯有看到的 则是他的双目 你何人 沈素冰花容失色 你是谁 沈素珍神色惊恐 你为何会从毁灭裂缝中走出 本尊是谁 中年男子语气中 蕴含着威严之色 本尊是谁并不重要 就算本尊说了 你们这样的人道万物镜的蝼蚁 也不知道 中年男子探出一根手指 指着沈素冰道 你们两个小家伙 只活了区区不足五万年 便晋升了人道万物镜 着实让本尊意外 本尊未想到被本尊遗弃的低等神界 也会有你们这样的天才 今日本尊看到你们是你们的荣幸 这里的低等神界就要宇宙大破灭了 本尊给你们一个前往至高祖界的机会 不过 名额只有一个 你们说吧 谁跟本尊走 沈素冰摇动情手道 虽然我不知道你在胡说什么 但是 我和姐姐都不会跟你走的 哼 不知好歹 那中年男子声音冷漠道 你这丫头 竟敢如此和本尊说话 你可知道 本尊弹指尖 就能让你灰飞烟灭 就在沈素冰和沈素珍 暗自酝酿着权力一击时 顿时 中年男子体内宣泄出了一股气息 笼罩住了二女 二人神色惊恐 在那股气息下 竟然无法动弹分喉 就算死 我们也不跟你走 沈素冰说道 无知 中年男子冷声道 不过 你这丫头倒是有点意思 本尊就认准你了 跟本尊走吧 中年男子徐徐抬手间 沈素冰便腾空而起 瞬间飞落在了中年男子身旁 继而 中年男子带着沈素冰 飞入了毁灭裂缝 消失不见 这时 沈素珍解除了记忆影像 泪水模糊了视线 谭云 就这样 那中年男子 就把我妹妹带走了 鱼儿 怎么办 冯静如看着谭云急得团团转 娘 你先别急 素冰一定会没事的 谭云安慰着冯静如 夫君 看来传说是真的 语焉正式开口了 什么传说 谭云问道 语焉说道 此事说来话长 夫君 你听我慢慢和你说 好 你说 谭云带着对沈素冰的担忧问道 其他人亦是看向语焉 因为 他们从七彩神袍中年男子的话中猜出 如今的鸿蒙神界也好 混沌神界 始源神界也罢 只是一个低等的神界 而有一个较至高祖界的地方 很是神秘 在众人急切的目光中 语焉稍加沉思后 朱唇清起 给众人讲解到 上个宇宙时 流传着一个古老的传说 传说曾经本没有宇宙大破灭 是因为有至高祖界 至高神们庇护的原因 而我们所在的宇宙 被称之为低等神界 自三十六个纪元前 至高祖界 不知因为什么原因 放弃了我们低等神界 故而 我们低等神界的宇宙至今 才经历了三十六次宇宙大破灭 此外 我口中的纪元 是古老的称呼 并非现在的纪元 我说的三十六个纪元 指的是三十六次宇宙大破灭 每一次宇宙大破灭 直到新的宇宙成型 被称之为一次纪元 语焉看向谭云 这个古老的传说 曾经从未被证实过 可现在沈妹妹的事 足以证明 至高祖界是存在的 而她便是被至高祖界的强者带走了 闻言 谭云神色凝重 喃喃自语道 我本以为 我快要 站在宇宙的顶端 可是现在我才发现 原来我只是沧海一缩 话罢 谭云看向语焉 脸色铁青道 语焉 如何才能前往至高祖界 语焉想了想到 根据古老的传说 只要低等宇宙的神 晋升苍天之尊时 才能感知到 至高祖界的存在 然后飞升至高祖界 还有 我们口中的苍天之尊 在至高祖界 被称之为祖王 本章完 第1903章 兵临城下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牙与木 谭云眉头紧簇 苍天之尊叫祖王 那上面境界是什么 语焉想了想到 据说祖王之上是祖皇 祖皇之上是祖地 祖地之上称之为祖圣 在网上就不得而知了 依我看 带走宿兵的七彩神袍中年男子 至少也是祖地级别的强者 文言 谭云深疏口气道 看来我之前是井底之蛙了 没想到 还有这么多境界 其他人意识点头赞同 夫君 薛圆柔抿了抿朱唇道 你不要太过于担心沈妹妹 从素贞的记忆影像上看 那中年男子 应该不会对沈妹妹不利的 沈妹妹冰雪聪明 我相信 她到了至高组界 也能化险为夷 南宫玉庆附和道 夫君 薛圆姐姐说得对 你不要太担心了 嗯 谭云点了点头 看着冯静如道 娘 您不要担心宿兵 孩儿今后会努力修炼 早日一统三大神剑 灭掉玉外天魔 然后 前往至高祖界 将您的儿媳给带回来 好 娘相信你 冯静如忧心忡忡地道 谭云看向众七道 你们先回程闭关修炼吧 我想一个人静一静 嗯 众女应声 便和冯静如 进入了鸿蒙神城外城 夕阳下 谭云双拳紧握 昂视着漆黑的毁灭裂缝 心眸中寒芒避现 质地有声道 我不管你是谁 你强行带走我的妻子 这个仇我谭云早晚有一天要找你报 若宿兵在至高组界 少了一根毫毛 我谭云发誓 必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话罢 谭云决定进入毁灭裂缝 看看能否寻找到 至高组界的屏障 鸿蒙霸体 谭云体型陡然暴涨到了两万丈 旋即 他凝聚出了鸿蒙尊甲 又寄出了万古神甲 接着 腾空而起 朝鸿沟般的毁灭裂缝内飞去 短短一刻后 谭云悬浮在了毁灭裂缝外 小心翼翼地将右手伸入了裂缝内 扑哧 扑哧 历时 血液喷溅 谭云那巨手便被一道道充斥着毁灭之力的锋刃绞 谭云咬紧牙关 将右臂伸进毁灭裂缝内 他这样做的目的便是验证一下毁灭裂缝内锋刃的威力 当当当 刻然 火星四箭一道道毁灭之力的锋刃 急速在谭云的右臂臂甲上留下了一道道触目惊心的划痕 嗖 谭云神色大害急忙抽出了右臂飞落在了城外 至尊大人 您伤得要不要紧 至尊大人 您没事吧 城外的神将 神兵们昂视着谭云 纷纷出声 没事 谭云应了声 随后 祭出了极品神尊时空神塔 谭云立即进入神塔一层 盘膝而坐 任由失去的右手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缓缓生长着 他凝视着臂甲上的一道道划痕 内心掀起了惊涛骇浪 神色震惊道 我父亲给我炼制的万古神甲乃是上品至尊神器 却被那锋刃轻而易举地留下划痕 这毁灭锋刃的威力 至少媲美极品至尊神器的威力 着实太可怕了 看来 就算我恢复至尊实力 也无法进入毁灭裂缝 寻找导致高祖界的结界 只有待晋升祖王时 才能前往至高祖界了 这一刻谈云清楚 在寻找审宿兵之前 要做的是有五件 其一 征服始源神界 其二 征服混沌神界 完成三大神界一统 其三 找到长孙祖神 将其灭杀 为父亲报仇 其四 覆灭域外天魔 还给三大神界一个朗朗乾坤 其五 阻止宇宙大破灭 并且 在自己不能死的前提下阻止 若自己死了 如何寻找妻子 笃定主意后 谭云在神塔内待了三日 右手恢复如初之时 他迈出了神塔 将神塔收起 谭云郎试着晚霞笼罩的苍穹 心声呐喊道 宿兵 照顾好自己 我会去找你的 一定会的 随后 谭云转身进入了外城 回到鸿蒙神府后 进入极品神尊神塔三十六层 开始闭关修炼 同一时间 始源神界 始源神府 一座极品神尊时空神殿内 始源祖神盘息而坐 闭目宁神 正在吐纳着浓郁的天地神员 闭关修炼着 世尊 大事不好了 这时 殿外 想起了 雪影上神焦虑不安之音 嗯 始源祖神睁开了双目 白眉一抖 小影竟来回话 说着 始源祖神不见 有何动作 紧闭的殿门 便轰隆隆 打开了 雪影上神一副 花容失色的样子 快步迈入了大殿 小影 何事如此惊慌 始源祖神问道 回禀世尊 雪影上神神色恐慌道 大魔主 天魔主帅 带着百亿天魔大君 以兵临城下 开始攻打始天君城了 你说什么 天魔主帅 大魔主都来了 始源祖神猛然起身 声音颤抖道 还带来了百亿天魔大君 是的 世尊 千真万确 并且 这百亿天魔大君 实力最低的 也是九等天神兽 雪影上神说道 他们像是疯了一般 在攻打始天君城的 护城大阵 始天天尊派人传来消息 最多三年 护城大阵将会破灭 世尊 一旦破灭 后果不堪设想 闻言 始源祖神器的面红耳赤 这大魔主 天魔主帅 发什么神经 怎么会带着如此多的大君前来 当年 我和鸿蒙至尊 长孙宣妻联手 进攻预外宇宙时 也没见大魔主 出动如此多的精锐天魔大君啊 到底发生了什么 大魔主会如此疯狂 雪影上神问道 师尊 大魔主 天魔主帅是至尊兽 而您是祖神 您能否以一敌二 不能 始源祖神摇头道 大魔主 天魔主帅 拥有着精魔的血统 二兽虽然是至尊敬 可实力之强 单打独斗 为师很有可能会输 那 怎么办 雪影上神担心不已 他并非担心始源祖神的生死 而是担心始源神界无数无辜人的性命 同时他也猜到 定是父亲在域外宇宙 做了一些令大魔主无比愤怒之事 成功嫁祸给了始源祖神 这才导致大魔主疯了一班 前来攻打始源神界 本章完 第1904章 震惊万分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雅宇木 始源祖神横眉竖文 稍加沉思道 既然大魔主 天魔主帅都攻打始源神界了 那么 混沌神界定是安全的 想到这里 始源祖神看着雪影上神道 走 你陪为师前往始天君城 徒儿遵命 雪影上神跟着始源祖神离开大殿后 始源祖神招来了老管家 命令道 速速前往混沌神界 请混沌祖神前往始天君城 相助本祖神 老奴遵命 老管家领命后 急急忙忙地离开了始源神府 斗转心仪 三个半月后 始源祖神 雪影上神 抵达了始天君城 来到了君城的城楼上 属下见过祖神大人 始天天尊带着一杆将领 纷纷朝始源 祖神单膝而跪 年礼 始源祖神 让众将领起身后 他俯视着君城外 黑压压的一片天魔 浑厚的苍老之音响起 大魔主 天魔主帅 你们这是想和本祖神 决一死战吗 高达万丈的大魔主 天魔主帅正要开口时 二寿身后的萧玉天传音道 大魔主 决一死战 不是我们的目的 我们此番前来 便是要拿回魔火 我们暂时攻不破始天君城 还有 若我未猜错的话 始源祖神 已派人前往混沌神剑 请混沌祖神前来相助了 我们面对两大祖神 没有任何胜算 不过 我们气势不能输 接下来和始源祖神谈话 就交给我吧 文言 大魔主昂视着城楼上的始源祖神 獠牙凶狠 粗狂之音 震耳欲聋 始源祖神 你这个狗杂种 你给本大魔主听好了 从现在开始 肖大元帅的话 便是本大魔主的命令 他说要战 本大魔主便和你决一死战 肖大元帅 始源祖神白眉一抖 迷惑道 大魔主 你们玉外天魔 何时有大元帅了 他身旁的血影上神 意识迷惑不解 在他记忆中 玉外天魔 根本没有肖大元帅 就在始源祖神 一方将士们迷惑时 肖玉天腾空而起 悬浮在了百亿天魔 大军前方的苍穹中 眺望着始源祖神 冷声道 始源祖神 我们又见面了 望着城外 虚空中的白发老者 血影上神郊区 猛然一抖 美眸中 流露出复杂之色 虽然他没有亲眼 见过外公 但是肖玉天的模样 他还是在画像中 看到过的 爹爹 娘亲说的果然是真的 外公真的和可恶的 玉外天魔 同流合污了 我现在不能给外公传音 一旦引起始源祖神的警觉 我只有死路一条 在血影上神暗存时 始源祖神凝视着肖玉天 震惊万分道 你是鸿蒙神界灵族老族长 肖玉天 你不是早就死了吗 怎么不仅没死 还和我一样 是祖神了 此刻 始源祖神内心 翻起了惊涛骇浪 大感不妙 在他心中 带长孙宣妻来后 自己和他联手 未必会输给大魔主 天魔主帅 可他万万未想到 域外天魔大元帅 是祖神境的肖玉天 如此一来 一旦决战 自己和长孙宣妻 凶多吉少 老朽死没死 不需要你关心 肖玉天目光阴沉地凝视着始源祖神 布满皱纹的脸上 写满了沙意 沉声道 宇宙快要大破灭了 老朽不想 在宇宙大破灭前 和你们开战 既然不想开战 你们此番前来 这是作甚 始源祖神力声道 来作甚 明知故问 肖玉天声音高了几分 长孙宣妻那个贱人呢 让他出来 老朽告诉你们 你们若不将至尊兵魔火 至尊玄魔宴 给我交出来 老朽与你们不死不休 始源祖神白眉紧促 肖玉天 本祖神不明白 你在说什么 你口中的至尊 什么火 什么宴 本祖神听都没有听过 你还敢狡辩 肖玉天似乎想到了什么 心中恶之的怒火轰然爆发 还有 把老朽的匿图摆里眼 画牙交出来 只要你今日把这两个匿图 和至尊兵魔火 至尊玄魔宴交出来 老朽说话算术 立即退兵 否则 我们便开战 文言 始源祖神深吸口气道 肖玉天 你一定是误会了 本祖神和混沌祖神 从未得到过你口中的魔火 还有你的两位徒 本祖神也没见过 不待始源祖神画霸 肖玉天气的老区剧烈发抖 咆哮道 你这个该死的老东西 是到如今还不承认 数年前 你和长孙轩妻 屠杀我祖建魔城上百万天魔后 潜入域外宇宙消城 杀我萧城百万天魔 进入魔火神谷 抢走了老朽的魔火 还有我那两个该死的逆徒 也跟着你们背叛了老朽 你竟然还不承认 气煞我眼 萧玉天猛然回首 眺望着百亿天魔大军 苍老之音刻然响起 给本大元帅全部攻击 直到江户城大阵攻破为止 浩瀚的百亿天魔大军 齐声嘶吼 声响震天 是大元帅 这时 天魔主帅高举右肘 阵臂一挥 攻击 轰隆隆 翁翁 羞羞 顿时 白亿天魔大军 纷纷释放出了一股股五颜六色的璀璨魔力 贯穿了虚空 纷纷轰在了护城大阵上 随着攻击 护城大阵的阵目剧烈阵战 犹如风雨中的篝火一般飘摇 石原祖神忽然想到了什么 大吼道 肖玉天快助手 本祖神想起来了 本祖神和混沌祖神是被人陷害的 偷走你魔火的人士 不带石原祖神话罢 大魔主嘶吼道 是你个蛋 所有天魔 不要停止继续攻击 石原祖神力吼道 肖玉天 本祖神在和你说话呢 老朽不想再和你浪费口舌 肖玉天声嘶力竭的大吼道 交出魔火 立即停战 否则 你就等着护城大阵破灭 我们决一死战吧 所有天魔听令 不留余力攻击 于是乎 百亿天魔大军疯狂地释放魔力 不停地轰击着护城大阵 石原祖神剑再说无用 也便没有再多说 他准备等长孙宣妻来了后再商议 如何退敌之策 本章完 第1905章 暂结同盟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雅宇木 光阴四剑 下去东来 寒风萧萧 飞雪飘零 长孙宣妻赶到了始天君城 凌空飞落在了城楼上 和始原祖神并肩而立 他望了一眼 已浮现出丝丝裂纹的护城大阵后 看向始原祖神 神色凝重道 照此下去 顶多两年时间 护城大阵便会被攻破 不过不要紧 你我二人联手 若真和大魔主 天魔主帅对决 我们未必会败 始原祖神直摇头 混沌祖神 你有所不知 昔日鸿蒙神界灵族老族长 萧玉天不仅没死 而且现在 你是天魔大元帅 还有他的境界 和你我一样 是祖神境 灵族神通中的天玄铜剑 威力无穷 拥有着毁天灭地之威能 我们二人联手 对付肖玉天 大魔主 天魔主帅 胜算微乎其微啊 闻言 长孙宣七峨眉紧簇 狮声惊呼 你说什么 肖玉天没死 还是祖神静 而且他也来了 始原祖神重重点头道 千真万确 他现在就在城外呢 还有 当初谭云和另一人 潜入了欲外宇宙 易容成了你我的模样 盗走了他的至尊兵魔火 至尊玄魔燕 他认定就是我们做的 他还说了 只要我们交出至尊兵魔火 至尊玄魔燕便退兵 否则 不死不休 听后 长孙宣七点了点禽手道 好 我明白了 让我来和他谈谈 话吧 长孙宣七俯视着天魔大军前方的一座神殿道 肖玉天 你出来 本祖神和你谈谈 呵呵呵 我倒是谁 原来是混沌祖神 肖玉天宁笑着迈出了神殿 随即 已化成人形的大魔主 天魔主帅也迈了出来 长孙宣七说道 肖玉天 我长孙宣七以人格保证 当初我和始源祖神 并没有杀祖戒魔成的天魔 也未杀肖成天魔 更没有进入魔火神谷 盗取你的兵属性 火属性的两大魔火 这些都是谈云干的 是他和他带去的人 易容成了我和始源祖神的模样 不带长孙宣七画霸 肖玉天宁笑道 我呸 你还有人格 长孙宣七 当初你和鸿蒙至尊 攻至老匹夫 结盟一起攻打欲外宇宙 当时还不是你们临阵倒戈 最终才弄死鸿蒙至尊 你还和老朽谈人格 你有人格吗 长孙宣七 废话少说 把至尊兵魔火 至尊玄魔宴交出来 闻言 长孙宣七遏制着心中的愤怒 难道你就不想知道 嫁祸给我和始源祖神的谈云身份吗 呵 谈云是和阿猫阿狗 老朽不想知道 肖玉天立声道 我只想要回我的魔火 再将两个逆徒处死 没有兴趣听其他的 肖玉天 谈云可是你的仇人 长孙宣七说道 他便是鸿蒙至尊转世 是他昔日一剑赐死了你的女儿 林族组长 你真的对他不感兴趣 肖玉天身躯一阵 双拳紧握 你说什么 鸿蒙至尊没死 还轮回返回了鸿蒙神界 没错 长孙宣七 俯视着已化成人形的大魔主道 还有 当年你的 独孙天魔副帅 在攻打鸿蒙神界 擎天军城时 被人生情 生情你孙儿的人就是谭云 现在 想必他早已把你孙儿杀了 听后 大魔主 天魔主帅怒火中烧之际 眼神中流露出了质疑之色 你们不信 长孙宣七冷声道 好 那我便让你们相信 嗡嗡 长孙宣七欲必轻轻一服 释放出了神力 凝聚出了一幅记忆影像 画面中 正是混沌上神告诉长孙宣七 说妻子灵霞上神的 徒儿谭云申请了天魔副帅有功 妻子要给谭云举办庆功大典 而自己要前往参加之事 随后 画面一变 浮现出了谭云的画像 这就是鸿蒙至尊转世的谭云 长孙宣七说道 当初我徒儿前往鸿蒙神界后 便再也没有回来 早已死亡 而谭云如今已是鸿蒙神界的统治者 数年前 也是谭云杀害的你们天魔 盗走了魔火 你们看 这是当时我和史原祖神 在域外宇宙 追赶谭云的记忆影像 画吧 画面又是一变 在萧玉天视线中 谭云在域外宇宙 组建魔城后方的森林中消失后 长孙宣七 史原祖神 就一直在寻找着谭云 最终寻找无果 二人便离开了域外宇宙 至此 萧玉天这才相信 一定是谭云盗走了自己的魔火 嫁祸给长孙宣七 史原祖神的 谭云 该死的谭云 萧玉天双目赤红 你杀我女儿 你就该千刀万剐 你给老朽等着 早晚有一天 老朽会攻破鸿蒙神剑 让你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听着萧玉天歇斯底里的咆哮 城楼上的血影上神 心中叹息道 外宫 明明是你错了 你还这样说我爹爹 当初若非你污蔑爹爹 我娘亲也不会和爹爹决裂 被爹爹尸首杀死 他们也不会经历了重重磨难 现在才有情人终成眷属 在萧玉天愤怒之时 长孙宣七说道 萧玉天 事实的真相已经清楚了 盗走你魔火的 不是本祖神 也不是史原祖神 而是我们的共同敌人谭云 还请你们退兵 在宇宙大破灭前 本祖神不想 和你们决战 史原祖神附和道 混沌祖神说的没错 萧玉天 大魔主 你们二位想想看 数万年后 宇宙将会大破灭 届时 阻止大破灭 只有一种办法 那便是杀掉谭云 夺得鸿蒙之心 然后 我有史原之心 混沌祖神有混沌之心 便可有望 能阻止宇宙大破灭 你们看这样如何 我们今后约定个时间 一起进攻鸿蒙神剑 待阻止宇宙大破灭后 我们再战怎么样 萧玉天眉头一皱 你的意思是说 我们暂时结盟 没错 史原祖神道 我们暂时结盟 待阻止宇宙大破灭后 我们再战 萧玉天文言 给大魔主传音道 大魔主 结盟可行 大魔主传音道 谭云杀我独孙 我恨不得立即杀了他 所以结盟我同意 不过 今后攻打鸿蒙神剑时 待杀了谭云 我们再反手灭杀混沌祖神 史原祖神 本章完 第1906章 两大祖神的妥协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雅宇木 文言 萧玉天传音道 大魔主所言甚是 不过 史原祖神 混沌祖神要想同盟 也得让他们先拿出点诚意 传音过后 萧玉天望着城楼上的混沌祖神 史原祖神 陈生道 暂时同盟也不是不可以 但是 你们必须拿出两样东西 否则 我们天魔大军 不仅不会和你们同盟 还会继续攻打史天军城 史原祖神白眉一昼 你想要什么 萧玉天无庸置疑道 我要你拿出史原神火 让长孙宣妻 拿出混沌神火 这不可能 史原祖神 长孙宣妻 异口同声 要知道 在史原祖神眼中 最珍贵之物 便是史原之心 和史原神火 在长孙宣妻心中 最不能割舍的 便是混沌之心 混沌神火 二人见萧玉天狮子大开口 竟然想要史原神火 混沌神火 他们怎能不怒 萧玉天 谭云抢走了你的 至尊兵魔火 至尊玄魔焰 待将来我们灭了他后 他的鸿蒙兵焰 鸿蒙火焰 都是你的 你不能因为谭云 失去了两大魔火 就要打我和混沌 祖神神火的主意 史原祖神道 你这样做 是不道德的 萧玉天没有多余的话 冷声道 你们给还是不给 不给 二人回答的斩钉截铁 天魔大军听令 继续给本大元帅进攻 萧玉天一声令下 把一天魔大军再次释放出璀璨的魔力 轰击着护城大阵 萧玉天传音道 大魔主放心 他们很清楚 与我们决一死战 他们输的几率要大很多 在我看来 他们一定会妥协 只要妥协 我有了史原神火 混沌神火 同样可以炼化成本命真火 来炼制破戒祖神丹 将来突破祖神 踏入苍天之尊 转眼间 已过一年 如今护城大阵 已布满了触目惊心的裂痕 仿佛随时都有破碎的可能 城楼上 史原祖神心急如焚的传音道 混沌祖神 不如把混沌神火 史原神火 给萧玉天吧 给了他后 待今后再夺回来便是 否则 你我恐怕无法战胜萧玉天 大魔主 天魔主帅啊 文言 长孙宣妻目光不舍得 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猛然举起千千玉手道 萧玉天 你赢了 混沌神火本祖伸给你 哈哈哈哈 好 萧玉天布满皱纹的老脸上 宛如菊花绽放 交出来 今后 我们便是同盟 全军听令 停止攻击 是大元帅 白亿天魔大军 立即停止了攻打 拿着 长孙宣妻朱纯清起 口腔内飞出了一团 散发着混沌光泽的神火 飞出了护城大阵 悬浮在了萧玉天身前 萧玉天望着混沌神火 遏制着心中的激动 将混沌神火忙不迭地收到了神剑内 唉 史原祖神长叹一声 旋即 一团史原神火 飞出了眉心 蹦射 出了护城大阵 悬浮在了萧玉天身前 萧玉天将史原神火也收下后 朝史原祖神 长孙宣妻抱拳道 多谢 长孙宣妻皱了皱眉 开门剑山道 说吧 何时攻打鸿蒙神剑 萧玉天给大魔主传音道 大魔主 有了混沌神火 史原神火 我估计四万年内可突破祖神 不如 我们约定四万年后出手 可以 大魔主传音 闻言 萧玉天说道 那我们就决定 四万年后动手吧 好 长孙宣妻说道 坦白讲 本祖神很不信任你们 这样吧 我们现在立下同盟谢氏 再也没有灭杀谭云前 我们互不侵犯 众所周知 当神晋升神王时 便会超脱了天道的约束 故而发誓后 违背誓言 不会遭到天前 但是同盟谢氏不同 这是针对结盟双方的谢氏 一旦立下 便不可违背 否则 会遭到灭顶之灾 大魔主点了点头 表示同意 站在他的立场 他在没有晋升祖神兽前 他也不想和混沌祖神 使缘祖神决战 随后 大魔主 肖玉天 天魔主帅 混沌祖神 使缘祖神 以精血立下了同盟血世 接着 大魔主这才带领百亿天魔大军 浩浩荡荡地离去 望着消失在视线中的天魔大军 使缘祖神咬牙切齿道 该死的谭云 都是你害的本祖神丢了使缘神火 好了 生气有什么用 长孙宣七角色容颜上 写满了疲惫之色 事情算是结束了 今后我们终于可以安心的闭关修炼了 嗯 使缘祖神道 我们抓紧时间闭关修炼 争取四万年后突破祖神 晋升苍天之尊 二人又闲聊片刻后 这才带着血影上神返回了使缘神城 长孙宣七告辞后离去 肖玉天返回域外宇宙后 便开始闭关 释放出本命真火 炼化始源神火 混沌神火 同一时间 鸿蒙神界 鸿蒙神府 极品神尊 时空神塔 三十六层 谭云坐如磐石 闭目凝神 忘记了时间 忘记了一切 在他身后 至尊冰魔火 至尊玄魔燕 徐徐焚烧着 在至尊冰魔火旁 婷婷玉立着鸿蒙冰燕冰儿 在至尊玄魔燕旁边 站在颇为无聊的鸿蒙火燕紫星 冰儿 紫星 依照谭云的命令 在等待两大魔火晋升祖神镜后 再吞噬 他那时间 短短九千年后 至尊冰魔火 至尊玄魔燕 便进阶成为了祖神镜 早已等得不耐烦的紫星 嬉笑着化成了鸿蒙火燕 笼罩住了神尊玄魔燕 开始疯狂地吞噬起来 同一时间 冰儿化成了浅蓝色的鸿蒙冰燕 包裹住了神尊冰魔火 开始吞噬 谭云日复一日 年复一年的修炼 直到在塔内 度过二十九亿两千万年时 他豁然睁开了双目 朗笑道 哈哈哈哈 终于感知到 天道戒伐镜的屏障了 意味着 谭云只要渡截成功 便可晋升天道戒伐镜 成为神尊 此刻 谭云并未选择离开渡截 而是遏制着激动 闭目凝神 进入冥想 来到鸿蒙之心内 悬浮在鸿蒙虚空中 准备修炼二十七阶鸿蒙霸体 力量 只有我拥有足够强大的力量 才能早日复仇 将来去制高祖舰 寻找宿兵 给我吞 历史 一股股鸿蒙神叶 从湖面上腾空而起 犹如一条条鸿蒙巨龙 围绕谭云徐徐旋绕绕中 分离出一缕缕鸿蒙神叶 钻入了谭云眉心后 沿着颈部而下 开始淬炼他的皮肤 血肉 筋骨 五脏六腑 其境八脉 本章完 第1907章 你可以叫我七公子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牙与木 死 谭云腾的连连倒吸冷气 随着鸿蒙神叶淬炼肉身 他皮肤崩裂 骨骼慢慢消失 其境八脉崩断 五脏六腑也逐渐消失 在皮肤 骨骼 其境八脉 五脏六腑消失之际 鸿蒙神叶以液态状凝聚成了皮肤 骨骼 其境八脉 五脏六腑后 开始以肉眼难辨的速度 徐徐固化 塔内时间 整整三千万年后 谭云肉身才重塑完成 意味着谭云将27阶鸿蒙霸体淬炼完成 拥有着徒手撕裂12阶极品神器的威能 若他凝聚出鸿蒙尊甲 力量可徒手撕裂极品神尊神器 谭云徐徐睁开了双目 心谋中流露出激动的光泽 这次闭关外界刚过八千多年 只要镀截成功 便可迈入天道界伐镜 成为神尊 是时候杜劫了 谭云起身 带着如沐春风般的笑容 迈出了神塔 正要释放神石 告诉沈素兵自己去杜劫时 他脸上笑容消失了 谭云神色黯然地长叹一声 这才想起来 沈素兵已经被至高阻戒的强者带走了 苏兵 你可知道 你不在的日子里 我整颗心都是空荡荡的 苏兵 你等着我 我会努力修炼 以最快的速度 前往这高阻戒找你的 谭云狼试着苍穹中的毁灭裂缝 双拳紧握 目光坚定 笃定主意 谭云化为一道光束 飞出了鸿蒙神府 消失在天际 片刻后 一道紫色光束 一道紫色光束从天而降 在鸿蒙神城外城城门出口处 化成了一席紫袍的谭云 叩见至尊大人 看守城门的大神将 带领众神兵朝谭云急忙叩手 免礼 谭云淡淡道 打开城门 属下遵命 大神将起身后 急忙祭出了令牌 打开了城门 和众神兵崇拜而恭敬地望着谭云 直到谭云迈出城门 消失在天际的尽头 一个时辰后 谭云来到了鸿蒙山脉 随着他感知神尊敬的屏障 顿时 方圆千万一千里的浩瀚苍穹 被滚滚乌云吞噬 当时 晴空万里 变成了漆黑如墨 鸿蒙霸体 随着谭云将鸿蒙霸体 二十七阶修炼完成 他如今施展鸿蒙霸体后 体型暴涨到了三万丈 鸿蒙尊甲 虚空震荡中 谭云体表凝聚出了鸿蒙尊甲 他踏空而立 昂视着宛如一座座山岳起伏的乌云 历声道 天道戒伐大劫来吧 我等你等得太久了 天道戒伐大劫 顾名思义 是天道 被触摸到天道戒伐境之人 受的惩罚 若能承受住惩罚 便会晋升神尊 实力暴增 反之 会在天道戒伐大劫中 飞灰烟灭 无数年的修行毁于一旦 历时 乌云盖顶的苍穹中 疾风肆虐之际 遮天蔽日的乌云 仿佛被一双无形的巨手撕裂 红隆 苍穹纷纷崩塌中 一棚蕴含着五形之力的五彩光幕 从乌云中宣泄而下 笼罩住了谭云 这棚五彩光幕 看似柔和 实则蕴含着狂暴的五行戒伐之力 在五彩光幕中 谭云三万丈身躯 忍不住的瑟瑟发抖 他感到一股强横的威力碾压着自己 欲将自己活生生碾死一般 咯吱 咯吱 谭云那两条如同晴天巨珠般的双腿内 传出了 圣人的骨骼负重之音 他双拳紧握 脸上青筋鳞循 一颗颗硕大的汗珠 不停地滑落 逐渐扭曲的脸颊 就这样 谭云整整坚持了三个月 五彩光幕 这才消散无形 呼吱呼吱 谭云气喘如牛 还不带他缓过神来 滚滚乌云之中 一股粗达百万丈 长达数千万丈 蕴含着风之介伐之力的旋风 宛如一条巨龙俯冲而下 吞噬了谭云 风之介伐之力的旋风内 谭云体表的鸿蒙尊甲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被悬绕的旋风所泯灭 哈哈哈哈 爽 谭云仰头长笑间 他脸上 双手皮肤在旋风内军裂 一缕缕血液刚浸出皮肤 便消散在了旋风中 三个月后 当浩瀚的旋风消散时 高达三万丈的谭云 早已面目全非 血淋淋的脸颊上 露出了森森颅骨 而他双手 早已变成了巨大骨架 格外瘆人 嗡嗡 轰隆 轰隆隆 顿时 一股散发着 戒乏之力的巨大雷杰 宛如一条荒谷巨蟒 带着恐怖的气息 从乌云中探出 朝谭云轰然而下 这道雷杰请客间 仿佛贯穿了天地 轰在了谭云胸膛上 碰 咔嚓 沉闷的凿机声中 鸿蒙尊甲四分五裂 谭云胸膛皮肤炸裂 树根巨大的肋骨断裂 谭云山月般的身体 被轰飞 撞击在了一座 高达百万丈的雄风上 碰 哗啦啦 谭云血肉之躯 硬生生将整座雄风撞爆后 重重地砸落在地 谭云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 这一刻 他脸色苍白 胸膛塌陷 模样颇为惨烈 一股甘甜涌入了口腔 谭云将血液又吞回了肚中 无论是谁都 别想阻止我变强的脚步 谁都不能 谭云探出一根 只剩下骨骼的手指 指着浩瀚的乌云 一字一顿道 你更加不可能 嗡嗡 虚空阵战 谭云腾空而起 再次踏空而立 谭云的话语 仿佛激怒了上仓 历史 他头顶上空的乌云 急速悬绕 形成了一道巨大的漩涡 漩涡直径 足足达到百万丈之距 接下来 发生的一幕 令谭云呆立当场 却是乌云形成的漩涡中 浮现出了一张 女子朦胧的脸 虽然朦胧 但是却能看出 女子拥有着倾国倾城之容 你是谁 谭云瞪大了双目 声音不禁有些发颤 此刻 谭云心中翻起了惊涛骇浪 他昔日也度过天道戒伐大劫 可是并未出现过这种情况 他想不通 为何滚滚乌云的天节中 会浮现出一张女子的容颜 这时 那张倾国倾城的女子 容颜上浮现出了一抹调皮的笑意 接着 动听的天籁之音响起 蝼蚁 你可以叫我七公子 七公子啊 谭云迷惑 你不是女子吗 为何叫你七公子 要你管 那角色容颜上流露出一抹不悦 旋即 银铃般的悦耳之音再次响起 好了 本公子要走了 你们这低等宇宙 还真是贫瘠 不过 今日你能遇到本公子 也算有缘 本公子就帮你破除天节 让你这个蝼蚁修为更进一步吧 话罢 那女子的容颜 开始急速模糊 谭云忽然想起了什么 呐喊道 你别走 帮我找一个人 我有话请你帮我转达 本章完 第1908章 说得很惨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雅宇木 当谭云呐喊过后 那自称七公子的女子 便再次消失在了乌云中 紧接着 令谭云无比震撼的一幕发生了 却是滚滚乌云急速退去 眨眼间露出了满天星辰 天节消失了 真的消失了 谭云震惊的浑身发抖 他究竟是何人 实力尽恐不如斯 一句话便可让天道介乏 大劫消失 这一刻 谭云感受到了渺小 没错就是渺小 正如女子所言 以自己如今的实力 在他面前 的确弱小如楼 时至今日 谭云才明白 自己距离真正的无上大道 还有很远的路要走 遏制着震惊 谭云忍着全身伤痛 声嘶力竭地呐喊道 你一定是至高祖界的至高神对吗 你别走 求求你别走 帮我寻找一个叫沈素斌的女子 她是我的妻子 请你告诉她 我想她 让她不要着急 安心等我飞升至高祖界去找她 然而 星辰依旧 浩瀚的星空中 再也没有出现那女子的身影 再也未想起 她那悦耳之音 谭云目光期许地仰视着星空 眼神逐渐变得黯然 她深吸口气 平复心情后 飞落虚空 在满目疮痍的山巒中 盘膝而坐 若可以内视谭云凌迟的话 便会发现 她凌迟内的鸿蒙上神胎 急速变成了鸿蒙神尊胎 而她脑海中的鸿蒙上神魂 也转变成了更加强大的鸿蒙神尊魂 当时 一股强横的气息 自谭云体内弥漫开来 这一刻 她成功晋升了天道戒伐镜 成为了神尊 随后 谭云施展了光明之源 瞬间恢复伤势后 昂视着苍穹 质地有声道 速冰 你等着 我一定会找到你的 笃定主意后 谭云化为一道光束 朝鸿蒙神城飞去 谭云自信 以自己越级挑战的能力 足以击败普通的至尊境大能 就算遇到至尊境中的佼佼者 自己也不惧 谭云返回鸿蒙神府后 继续进入三十六层极品神尊 时空神塔内 开始闭关修炼 时光如梭 塔内时间十亿年后 鸿蒙火焰终于将祖神玄魔焰吞噬完毕 嗡嗡 虚空扭曲之际 鸿蒙火焰暴涨到了三十万丈 晋升了鸿蒙祖神焰初期 可以将下品祖器焚烧殆尽 以前谭云以为 法宝中最高品阶便是极品至尊器 可是后来在语言口中得知 至尊器之上 还有祖器 祖王器 祖皇器 祖圣器 嬉嬉主人 人家晋升了 紫星开心地笑道 他缥缈的利盈 围着盘膝而坐的谭云绕了一圈 很好 谭云睁开双目笑了笑 你现在可是我的一个杀手锏 能成为主人的杀手锏 人家很开心 紫星嬉笑着 钻入了谭云左掌 而这时 鸿蒙冰宴也将祖神兵魔火吞噬完毕 暴涨到了三十万丈之巨 晋升了鸿蒙祖神宴初期 拥有着将夏萍祖器兵容虚无的威能 鸿蒙冰宴凭空消失 化为一名飘渺的蓝裙少女 婷婷玉立于谭云身前 攻身道 冰儿见过主人 嗯 谭云笑了笑 伸出了右手 冰儿微微一笑 便钻入了谭云右手中 消失不见 同一时间 无论是鸿蒙神界 始源神界 混沌神界 域外宇宙 还是混沌仙界 始源仙界 鸿蒙九大仙界 皆是人心惶惶 因为苍穹中 随处可见一道道巨大的毁灭裂缝 诸神祈祷着 宇宙大破灭 能晚一些到来 他们不想死 同样 鸿蒙九大仙界 管辖着所有凡间未面上的修士 百姓 尽管有仙人下凡 告诉他们 鸿蒙至尊大人 会想办法阻止宇宙大破灭 而众人亦还是惶恐不安 唯有一个凡间未面上的修士 格外的安心 那便是天伐星 皇府大陆 皇府大陆中上至老人 下至孩童 他们最崇拜之人 便是谭云 在他们心中 谭云就是无所不能的 既然谭云说 会阻止宇宙大破灭拯救苍生 那便一定可以做到 与此同时 鸿蒙九大仙界管辖的凡间未面上 在鸿蒙九大仙帝的命令下 纷纷铸造了谭云的雕像 谭云的雕像 乃是所有凡间未面中最高的建筑 所有凡人皆虔诚地祭拜谭云 此刻 谭云闭关之时 并不知当他将来进入至高祖界后 会有种强大的力量 加持在自己身上 那便是信仰之列 鸿蒙神界 鸿蒙神府 神塔内 盘歇而坐的谭云 宛如一尊石雕一动不动 忘记了时间 忘记了一切 他心如止水地在塔内 度过了极为漫长的五十一年 终于感知到了 乾坤鸿蒙镜的屏障 历史 鸿蒙神城内城 外城乃至于两座城池 方圆上千万亿千里的苍穹 被浩瀚的乌云吞噬 塔内 谭云豁然睁开了双目 心眸中流露出振奋的光泽 嘴角微微上扬 终于触摸到至尊镜的屏障了 只要杜劫成功 我便恢复了昔日的实力 旋即 谭云起身想了想时间 这次闭关外界时间已过一万三千七百年之久 谭云带着笑容 迈出了神塔 出现在府邸中 灵铜朝谭云躬身道 主人 您这是触摸到了至尊镜的屏障了吗 谭云笑着点头道 嗯 终于要恢复昔日实力了 恭喜主人 灵铜恭敬道 谭云笑着询问 哦对了 鸿蒙神界边疆可有什么异样 回禀主人 没有 灵铜如实道 这两万多年来 域外天魔也好 始源神界 混沌神界也罢 都没有来犯 嗯 我知道了 谭云硬声道 不过主人 灵铜神色担忧道 如今鸿蒙神界随处可见毁灭裂缝 属下担心宇宙大破灭 会随时来临 这时 以晋升至尊的羽烟 从神塔内步步生连地迈了出来 站在了谭云身旁 夫君不用担心 依我看三万年内 宇宙不会大破灭 嗯 如此我便放心了 谭云笑道 羽烟 恭喜你晋升至尊了 你不也快了吗 羽烟玩耳一笑道 哦对了 骁龙蛇早在一万五千多年前 便晋升至尊兽了 他现在在神塔内 闭关冲刺祖神兽呢 还有轩缘妹妹 三千年前也晋升至尊了 闻言 谭云笑道 好 太好了 在始源祖神 长孙宣妻心中 只认为我方 只有我一个强者 他们绝对想不到 还有你 柔儿 骁老的存在 将来开战 一定会让他们输得很惨 本章完 第1909章 踏入至尊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雅雨目 嗯 那是必然的 雨嫣玩耳一笑道 走吧 我陪你去渡劫 好 谭云笑着 牵起雨嫣的御手 飞出了鸿蒙神府 急速出现在了鸿蒙神山下方时 已是人到万物境的百成上神 和目封上神腾空而起 悬浮在谭云身前 云儿 你这是触摸到至尊境屏障了吗 百成上神询问道 嗯 谭云笑道 随后和二人闲聊片刻 便朝鸿蒙神城内城外飞去 不多时 谭云 雨嫣 便飞出了鸿蒙神城外城 急速迸射向鸿蒙山脉 同一时间 鸿蒙神城内城 外城中 谭云即将恢复昔日巅峰实力的消息 已传开 顿时 内城 外城中诸神们激动不已 他们知道 真正的鸿蒙至尊要归来了 一个时辰后 谭云抵达了鸿蒙山脉中部地域 途中 谭云将上次杜劫 遇到自称七公子的女子 告诉了雨嫣 雨嫣神色震惊 和谭云所想一样 认定自称七公子的女子 定是至高祖界的至高神 夫君 我在这里等你 你杜劫去吧 雨嫣踏空而立 为谭云整理衣袍时 看着谭云神色有些恍惚 便问道 怎么了 谭云缓过神来 心眸中流露出浓浓的思念之色 以往素兵经常为我这样整理衣服 我想他了 雨嫣轻轻地抱了谭云一下 安慰道 我们很快就会找到素兵的 待你晋升至尊后 我们在一起修炼 晋升祖神 再踏入祖王 我们便可飞升到至高祖界找素兵 嗯 谭云重重地点了点头道 我去杜劫了 多加小心 雨嫣叮嘱道 不用担心 我不会有事的 谭云给雨嫣投去一个安心的笑容后 便施展了鸿蒙霸体 凝聚出了鸿蒙尊甲 山月般的身体 朝远方迸射而去 不多时 雨嫣发现 谭云已开始渡劫 一道道不同属性的浩瀚天结 带着狂暴的威能 轰碎了苍穹 吞噬了谭云 他心中一紧 发现谭云在天结的轰击下 一次次被轰落苍穹 又一次次地腾空而起 三个月后 雨嫣美眸中 浸满了泪水 他看到谭云遍体鳞伤 体无完肤 第四个月时 雨嫣哭了 泪水婆娑 看到自己夫君那三万丈的身躯 露出了一节节白骨 雨嫣别哭 我真的没事 你再哭 以后我再度劫时 可就不让你赔了 谭云那开玩笑的话语 在雨嫣脑海中响起 文言 他呼喊道 夫君 我不哭 你安心肚结 不要分心 话罢 他虽然没有再发出哭声 但是泪水却总是不听话的滴落 时间如流 转眼间 距离谭云肚结起已过一年 此时 浩瀚的乌云急速退去 露出了唯美的晚霞 夫君 雨嫣泪水模糊了视线 裙脚飞扬 急速划过虚空 悬浮在了谭云身前 踏空而立的谭云 此刻已失去了双臂 脸上露出了颅骨 全身血肉早已消失 那胸膛 双腿骨骼上 浮现出了一丝丝 触目惊心的裂纹 夫君 你伤得怎么样 雨嫣看着惨不忍睹的谭云 几度哽咽 傻瓜 我没事 谭云艰难地张开锯口 虚弱道 你别哭 我只是 有些累了 我马上就恢复伤势 还给你个完整的附军 光明之源 谭云一念之间 头顶上空浮现出一团直径万丈的光明之源 旋即 光明之源破裂 一棚 散发着浓郁生命气息的洁白光幕 宣泄而下 笼罩住了谭云 瞬息之间 谭云全身布满裂痕的骨骼 不仅恢复了 且还生长出了血肉 与此同时 谭云失去的双臂 也宛如雨后春笋 急速生长完毕 嗡嗡 虚空震荡中 谭云体型皱缩 恢复了正常身高 穿上了一系白袍 谭云踏空迈出一步 将雨嫣搂在怀中 低头吻干了她脸上的泪痕 等我片刻 嗯 雨嫣点了点琴手 离开了谭云怀抱 谭云带着笑容 凌空盘歇而坐 凝神闭目 此刻 她临池中的鸿蒙神尊胎 急速变成了鸿蒙至尊胎 脑海深处的鸿蒙神尊魂 变成了更加强大的鸿蒙至尊魂 随着谭云成功踏入至尊 她发丝舞动 一股令雨嫣感到心际的气息 从体内澎湃而出 使得夜幕下的夜空 布满了触目惊心的裂纹 谭云凌空起身 打了个舒展 看着雨嫣 笑道 终于恢复昔日的实力了 是啊 恭喜你 雨嫣玩耳一笑 我感觉 我现在未必是你对手 谭云微微一笑 伸手牵着雨嫣 说道 你没有我强大也好 否则 身为夫君 却没有你厉害 那多没面子 平嘴 雨嫣撅着樱桃小嘴 上个宇宙中的你 可没有这么平 是吗 谭云笑道 那你给我讲一讲 上个宇宙的 我是什么样的好吗 还有我们一起经历过什么 虽然我忘了 可我还是想知道 雨嫣汗手而笑 好 随后 谭云牵着雨嫣 凌空飞落在了一座 青葱玉滴的山峰之巅 谭云搂着雨嫣坐在断崖上 雨嫣开始给谭云讲述 上一世时的点点滴滴 夫君 上一世你是个沉默寡言的人 你很正直 有着一颗善良的心 我父亲和你父亲是世交 我们在外人眼中 虽是青梅竹马 但是 我当初并不是这么认为 因为我从来不知道 你喜欢我 直到长孙宣妻的哥哥 向我表达爱意时 一向沉默寡言的你站了出来 夫君你知道吗 当时你的样子很认真 也很大胆 又有些可爱 你突然抓着我的手对我说 你深爱了 我已六万年 当时 我很幸福 很幸福 因为 我也对你情有独钟 很久很久了 而你这个虞目疙瘩 却看不出来 谭云听得津津有味 不知不觉 已是浩月当空 谭云听完后 笑道 原来我曾经是这么木的一个人啊 对了夫君 我想到一件事 语焉说话时 眼神中流露出浓浓的激动之色 何事 谭云搂着语焉 在他吹弹可破的容颜上 亲吻了一下 语焉接下来的话 令谭云浑身一震 兴奋不已 语焉说道 古老传说中 当成为至高祖界主宰时 便有希望打开纪元涌道 回到已经破灭的宇宙 本章完 第1910章 愿赌服输 小说 逆天至尊 作者 枯雅宇木 语焉说道 此外 还可以回到过去 目睹自己所经历过的一切 文言 谭云激动的浑身发抖 语焉 你说的都是真的吗 夫君 这只是传说 我也无法确定真假 语焉神色期许道 若是真的 那该有多好 就算我们回到过去 改变不了什么 可是 哪怕陪陪父母 亲人也好 语焉的话 说在了谭云星坎中 他不知想到了什么 心眸中泪光闪烁 夫君 传说是真是假 待我们成为祖王 非生之高祖界 一问便知 语焉说道 若古老的传说是真的 你最想做什么 谭云泪眸中流露出深深的向往 若是真的 我有太多太多的事要做 我要回到过去 像我万事轮回中的父母 亲人 说句对不起 他们都是无辜的 因为我的诅咒 他们付出了生命 若传说是真的 我会回到过去 好好孝敬他们 直到为他们养老送终 若传说是真的 我要和你回到过去 亲眼目睹一下 我们上个宇宙中经历的一切 还有 真的太多太多了 若传说是真的 回到过去 又能改变过去 该有多好 语焉点了点琴手 嗯 语焉 我都有些迫不及待 想要前往至高阻界了 谭云双拳紧握 我也是 语焉玩耳一笑 意味在谭云怀中 柔声道 夫君 你还没有好好地陪陪人家 我们不说这些遥不可及的事了好吗 好 星空下 谭云搂着语焉 在他耳畔低声道 要不 我们天作被地作踏如何 语焉先是一愣 接着想到了谭云话的意思 顿时 皎洁的月光下 脸颊飞红 要知道 语焉从上世至今 虽和谭云有夫妻之名 却还从未有过夫妻之事 他听着谭云这么露骨的话 一颗心砰砰直跳 他娇艳欲低地摇了摇琴手 可以是可以 不过你要能赢了我才行 这样吧 我出上连 你来对下连 对不上我就不 不让你欺负 文言 谭云笑道 好 一言为定不许反悔 嗯 语焉点了点琴手 你说吧 谭云嘿嘿一笑 夫君你听好了 语焉被齿轻起 天类之音响起 既然方才 你说到了天作辈 那我就以天开始吧 天作棋盘星座子 日月争光 文言 谭云见眉微微一昼 怎么难住了 语焉嬉笑道 难住道 还是称不上 谭云胸有成竹道 我对 雷声战鼓殿为奇 风云际会 上连 天作棋盘星座子 日月争光 下连 雷声战鼓殿为奇 风云际会 谭云对的 不可谓不惊妙绝伦 再来 语焉我耳道 再来两次 你若能答上 我便认输 好 谭云激动地 在语焉耳畔吹了口气 我都有些迫不及待了 讨厌 语焉白了谭云一眼 旋即 神色一正 听着耳旁掠过的风声 和远方瀑布洒落的水声 还有山剑鸟语重鸣 他朱唇清起 夫君你听好了 风声水声 重声万物声 无声不济 谭云嘴角微微上扬 当即道 月色山色草色夜幕色 有色皆空 语焉诧异地看了谭云一眼 怎么样 夫君厉害吧 谭云黑黑一笑 厉害的还在后头 你会体会到的 语焉 只剩下最后一题了 你可要想好再出啊 语焉抿了抿珠唇 沉默半想后道 花花叶叶 脆脆红红 微丝香味着意扶持 不叫雨雨风风 清清冷冷 谭云深吸口气 陷入了沉思 对不上就放弃吧 语焉笑夜如花 一副胜券在握的模样 不好意思 恐怕让你失望了 谭云笑道 你想到了 语焉峨眉一挑 口吻质疑 谭云双手抱起语焉 放在腿上 深情地注视着他的美眸 情真意切道 叠叠尖尖 生生世世 愿有情人终成眷属 长此朝朝暮暮 喜喜欢欢 听着谭云的话 语焉心甜 如蜜之际 他瞪大了美眸 却是谭云双手攀上了自己胸前的骄傲 夫君 语焉话音未落 便被谭云低头吻上了朱唇 旋即 谭云之音自语焉脑海中响起 愿赌服输 不许抵赖 闻言 语焉颤抖着长长的睫毛 和上了眼帘 娇艳欲低 谭云又闭一挥 顿时 布置了一个祖个人窥视的结界 结界阻挡了视线 现在黑黑没人看到里面的场景 很快过了一个时辰 两个时辰 三个时辰 直到四个时辰已过 夜色褪去 蓄日东升之际 谭云才解除了隔音结界 语焉浑身无力地依偎在谭云怀中 绝色容颜上流露出了异样的美 美帝惊心动魄 语焉 要不我们再来 谭云说道 啊 语焉摇了摇请手 逃一般地离开了谭云怀抱 站在疯癫上 不敢看谭云 小傻瓜 逗你呢 谭云打去过后 道 走吧 我们回去吧 语焉默然回首道 夫君 你带我游玩一下鸿蒙神界吧 我对鸿蒙神界还很陌生 待游玩过后 我们就要闭关对付史元神界了 我想和你独处一段时光 好 谭云笑了笑 便牵着语焉腾空而起 化为两道光束 消失在天际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 谭云带着语焉 又变了鸿蒙神界风景 最美的九大古迹 十年中 谭云看到了语焉脸上 一次又一次地浮现出由衷的笑意 他倍感幸福 随后 谭云和语焉手牵手 飞回了鸿蒙神城外 城城门外 叩见至尊大人 至尊夫人 看守城门的大神 将带领众将士 朝谭云 语焉叩手 免礼 谭云说道 谢至尊大人 众将士起身后 谭云牵着语焉 准备进入城门时 忽然察觉到了什么 步伐一顿 剑眉一簇 他确定城外东方万丈处的虚空中 有人在窥视自己 而这时 语焉自然也察觉到了 语焉默然回首 望着东方空无一人的苍穹 冷若冰霜道 出来 否则死 下一瞬 虚空震荡中 原本空无一人的苍穹中 出现了一男一女 男子约莫二十六七 一袭轻袍 英俊不凡 女子看似二八方灵 肌肤如雪 碧月修花 二人面朝谭云 语焉 当即跪了下来 谭云望着二人 他一眼看出 二人只是一等人神 显然是刚刚飞升没多久 这时 看守城门的大神将 望着跪在谭云身前的二人 呵斥道 你们两个小家伙 三年前就飞升了 让你们走 你们怎么还没走 谭云回首望着那大神将道 怎么回事 回禀至尊大人 那大神将说道 这二人飞升后 便说想要求见您 其他的什么也不说 哦 我知道了 谭云回首俯视着跪在地上的二人道 说吧 找我何事 本章完